是汶川地震14周年 看到同行们都在转一篇稿子 说当年报道汶川地震的记者们 基本都转行了 看了之后我还是感慨不已 所以就有了这期视频 和你们在续道续道 这些老而不死死而不僵的调查记者们 汶川地震的报道中 公认的最好的两组 一个是中青报的回家 一个是南方周末的那个策划 汶川九哥 南方周末一开始就判断 这是个天大的新闻 当天就让在成都的记者 曹君武、孟登科赶赴一线 第二天更是一口气派出了十几个记者 后方到处都是请站的声音 当时的总编辑向西在论坛中回复 优秀新闻人的新闻冲动 是南州荣光所系 编辑部决定在地震的第三天出一期号外 曹君武俩人就徒步赶往镇中应修镇 山体滑坡掩埋了公路 他们就徒手翻山 没有任何物资和装备 全靠体力和精神支撑 地震发生的时候 财经杂志的主编胡舒立 正在主持一场典礼 收到消息 他的办公室迅速成了报道的指挥部 不到一小时 第一位出发的财经记者 已经在前往四川的飞机上了 后面还有九个记者 当时正打算去面试的李维敖正在重庆 突然接到电话说 你不用来北京面试了 就留在成都当记者吧 他就这么参与了汶川地震的报道 前段时间东航科技失事 看到现场的记者中 依然有李维敖的名字 让人唏嘘不已 胡舒立被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她主持的财经和财新两本杂志 一直是中国调查报道的最高峰 不需要加质疑 不到一个月 财经杂志出了一份 长达12页的调查报道 在大多数媒体都在寻找故事的时候 财经杂志用一贯的冷静语言和可靠的事实 追问天灾背后 是否有人祸的存在 地震当天下午 南方日报的记者 赵家月和杨夕就订了机票 但四川那边航空管制 只能飞重庆 凌晨到达后 一群记者租了辆中巴车 就赶去成都 走了一夜 终于到了成都 但赵家月他俩一到阵区就失联了 整整15个小时之后 前方才接到他们报平安的电话 是用当地移动部门的一部海事卫星电话打的 当时的通信信号已经争断了 那15个小时里 他们两眼一抹黑 就是要冲向阵中 车开不了就徒步 山路滑坡就爬山 当时赵家月还处在生理期 但他没有片刻停歇 硬生生地走了三四十公里 到了应秀镇 后来有人采访他 他说 对于职业记者而言 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职业驱动 像警察抓小偷 图书案管理员整理图书一样 做的都是分内事 很多记者都走过这条死亡之路 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 这一路上都是尸臭 当年最早徒步进入应秀的 除了解放军 就只有这些不要命 不惜死的傻记者了 参与地震报道的叶伟明后来说 灾难报道就是迎着雪崩 寻找那朵雪莲 那是个记者们还可以彼此奢谈 新闻理想的年代 这样的逆行对于任何一名记者而言 都是一种条件反射般的冲动 到灾区短短几天 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林天宏 就目睹了平生最多的惨象 尸体和废墟到处都是 他第一次哭是在都江宴 有个包工头开着铲车 在废墟里四处挖 找他的孩子 最后被他找到了 他用果实袋把小孩裹好 就抱着孩子往皮卡车走 现场突然特别安静 所有人都立在那里 看着他 他走到皮卡车前 突然仰天长笑 林天宏的眼泪 一下子就喷涌而出 他觉得记者在采访中 不应该掺杂太多的个人情感 就扭头看了一眼 摄影记者贺阳光 他一边泪流满面 一边还在拍照 贺阳光后来对他说 记者也是人 我也是孩子的爸爸呀 在赵家月他们走过的那条 通往英秀镇的路上 林天宏遇到了一个 叫成林祥的男人 在一片混乱之中 成林祥就背着个人 走了过来 同行的一个医生 想上去看看啥事 要不要帮忙 成林祥摆了摆手说 不用了 这是我的儿子 死了 他背的是他的儿子 成李 在应秀镇 悬口中学读高一 地震后 成林祥赶到了学校 从废墟里 扒出了他儿子的尸体 林天宏一直忘不了这个人 后来又去成林祥的村子里 找到了他 他媳妇见到他们 还一直道歉 说那天在山路上 对他们太冷漠 不太礼貌 林天宏问他 你想过吗 回去的路上会有多危险 成林祥非常平静 他说 我要带儿子回家 不能把他丢在废墟里 我只想 我没走一步 他就离家进一步 那条路 很多记者都走过 处处是余震和落石 脚下是湍急的江水 走路都很费劲 何况还要背上一个 一百多斤的高中生 成林祥的故事 就是那篇著名的 回家 稿子传回编辑部 领导看完后 非常郑重地 给林天宏发消息 他说 天宏我要谢谢你 再大的悲伤 也比不上一个 最具体的悲伤 直到现在 同行们提起 温川地震的报道 第一个想起的 依然是这篇回家 温川地震的两年后 赵家月离开了南方日报 去了即将IPO的阿里巴巴 负责公关 那一年他结婚了 另一半是陪他走过 那条死亡之路的同事 杨夕 温川地震 是他们第一次搭档出差 婚礼现场一堆记者空谈理想 痛饮狂歌 有同事写诗 明天我们还可以骑马射箭 上天山 谣传去秦朝办报纸 180个版 我们的头条是佛 每个人都读得T类俱下 犹如交通不变年代的一次毕业散场 好像再难相见 婚礼结束 赵家月和丈夫一起连夜赶往甘肃州去 报道特大泥石流 虽然他已经不是记者了 但他还是 在阿里干了一年 他还是按捺不住内心不得不为的冲动 重新回到了媒体 加入南方人物周刊 为此他放弃了即将兑现的期权 其实就是放弃了一次轻而易举的财富自由的机会 后来他轻描淡写的说 我喜欢报社里面自由自在 大家一起采访 写稿 笔稿 像是笔舞的那种 但最多的理想也敌不过世事的变化 2015年赵家月还是辞职了 回到了苏州 和丈夫开了一家民宿 彻底退出了江湖 温川地震十周年的时候 赵家月说 十年光景 调查新闻几乎完全消失 一个个鲜活紧迫和惨烈的现场 都消失在自媒体夜夜升歌的十万家里 温川地震的一年后 林天宏结婚了 又过了一年 他离开了中青报 原因倒也简单 就是因为钱 他32岁了 一年到头就只有七八万 对于一个北京已婚男人来说 非常窘迫 他在各大媒体兜兜转转 终于在2014年彻底离开 在万达阿里影业和韩寒的 亭东影业之间颠沛流离 很长一段时间 他和中国最优秀的特导记者 李海鹏一起工作 当李海鹏宣布离开韩寒的公司 解散团队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我只知道他接受采访时说 再也不会回到媒体了 那些年林天宏身边的记者朋友们 一个一个转型 挣了大钱 比如他在兵典的同事张伟 搞了个公号叫新事项 成了文艺教父 《京华时报》的总编辑朱德富 2010年就加入了阿里 直接做到了副总裁 汶川九哥的统筹人之一郭光东 先后出任饿了马和拼多多的副总裁 现在好像又去了一家电子烟品牌 南方周末的记者 附建峰去了腾讯 成了大浙网的总裁 南方都市报的记者 陈良军去了菜鸟负责公关 后来投奔他的 还有参与过汶川九哥的丁卜之 汶川九哥的另一个记者 曹军武一度被视为李海鹏的接班人 他去了阿里巴巴 再次看到曹老师的消息 是他以淘宝公关总监的身份 辟谣35岁魔咒 他说 我都38了 朱鸿军是南方周末 绿色板块的负责人 也参与过汶川地震报道 后来离职 去了蚂蚁金服负责公关 汶川九哥的策划人 邓科黎之后 创办了智骨趋势 转型最成功的是 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杨磊 他去了阿里之后 被称为阿里公关三姐 后来更是身居要职 成了阿里影业的副总裁 再度传出消息 已经是财富自由之后的 提前退休了 我的前同事们 排着队奔赴杭州 投身阿里的麾下 可以说 半个互联网的公关 都被这些曾经 照耀江湖的调查记者们掌握 看了上面的故事 简辑对我说 我一点都不感动 他把稿子发给了一个朋友 那边回复说 泪流满面 我想如果是一年之前的剪辑 一定也会泪流满面 但时代真的变了 是一去不复返的改变 还在媒体苟言残喘的前同事问我 你还会回去做记者吗 我特别想 但已经回不去了 不是吗 肯定会有人问 为什么回不去了呢 你们都知道答案 很多北京上海一线媒体的 年轻记者 工资到手不过七八千 十年之前 林天宏离开中青报的时候 记者们就拿这个数 那个时候 南方周末的很多记者 工资是可以到一两万 甚至更多的 但十年过去 我们的GDP和房价水涨船高 记者的工资不升反降 另一边 互联网大厂招公关 点名要主流媒体的记者 年薪能开到六十万 这是个让人无法直视的差距 你们可能会说 你们这些死穷鬼 难道就那么在乎钱吗 你们就不能为了新闻理想 再忍一忍吗 你们看看现在的媒体 新闻理想比钱都少 现在所有人都在各大流量平台上看新闻 任何一个媒体想要被读者看到 都必须适应这个平台的流量法则 没有流量 他也拉不来广告 也没法养活自己 但动辄四五千字 客观冷静 又枯燥的调查报道 是不如小姐姐 小哥哥和小笑话有流量的 这就注定了调查记者的崩塌 是迟早的事 现在有些媒体 偶尔还有点调查报道 我们最应该感谢十年前的那批人 还有些傻子在垂死挣扎 1999年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说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新闻系的学生把这句话印在身上 招摇过世 在这种炽热的感召下 河南商报的副总编辑陈锋 和云南生活新报的副总编辑王雷 双双辞职 跑到了南方都市报当了普通记者 后来他们报道了改变新闻史的孙志刚案 这样的傻子现在永远不会再有了 当年报道地震的魏翼还在南方人物周刊 就跟活化石一样 他当时觉得2008年是一个媒体盛世的开端 但没有想到是一个顶峰 从此之后这个行业顺流而下 以至于在封县事件非反迎天 真相惠案不明的时候 竟然没有一篇震得住场子的调查报道 两个云南的老记者铁木和马萨 一个在昆明卖啤酒 一个在大理卖茶叶 他们按捺不住 放下生意就冲进大山之中 写了一篇调查报道 这样的报道放在十年前 只不过是一篇普通的调查报道而已 但在万马齐音的当下 它竟然成了唯一的一个 在这样一个执以流量和财富衡量价值的时代 我们正在承受调查记者消亡的代价 但好像也无所谓 东航追击的时候 很多自媒体拿着教科书里的新闻伦理 逐条批驳记者写的稿子 只是记者们在现场左冲右图 他们在电脑前坐而论道 不知道他们义正词严的 说着那些大词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十四年前去应秀镇的那条 余镇不断塌方不断的路上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必生死的傻子 徒步走入阵中呢 新闻是走出来的 真相是调查出来的 但现在的流量却可以是骂出来的 是可以编出来的 现在大家庞弱无人的嘲笑新闻理想 义正词严的痛骂无良记者 但十四年前 一帮傻子曾经那么真诚的赌信过 现在一文不值的新闻理想 十四年前 学新闻的孩子们 怀着宗教般的前程去做记者 然后纷纷转型做公关 现在无数新闻学子梦寐以求的 就是进大厂做公关 学成文武艺 卖于BAT 两代新闻学子殊途同归 万流归海 但背后是一个时代的悲伤与隐痛 很多做着公关梦的人 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 为什么那些调查记者们 转型做公关可以那么成功 我想并不只是因为他们学过新闻 而是他们对这个社会和时代 怀有过赤诚 他们对社会的理解 对人性的洞察 这是你从新闻教科书里学不到的 这是他们最值钱的地方 朱德夫后来离开了阿里 重新回归媒体 他在一次演讲中说 我们这一代媒体人 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 5月12日是汶川地震 14周年 看到同行们都在转一篇稿子 说当年报道汶川地震 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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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入神的帅 这一天 这一天 我们都在转到 小时恶川地震